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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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资历资金资色拉拢学员 自资导师谢霆锋的实力和魄力引发全网好评 就喜欢谢总这种直率 这样的男人怎能不爱呢 网友在微博热搜底下留下了众多的一美之词 不仅如此 谢霆锋更看重的是学员心态的成长 在节目开场就告诉了学员 不要把输赢看得很重 还会对学员说出我来保护你这样的贴心的话 报道总裁的暖心一面暴露无影 无论是传奇的导师舞台还是抢人环节的强力输出 谢霆锋的表现都引发了网友的好评和追捧 想看谢总演唱会 想听谢总新歌的呼声 不绝于耳 首期节目就爆点不断 在后续的舞台中 谢霆锋还会有哪些更为精彩的表现呢 他又会在音乐理念上有怎样的输出 这些都让人颇为期待 每周五晚21点一起锁定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 2020期待谢霆锋继续在抢人路上放大招 中国好声音是一档音乐的励志评论类节目 节目邀请明星导师言传身教 为中国乐团的发展提供一批怀揣着梦想 具有天赋才华的音乐人 作为一档音乐选秀类节目 节目最大看点呢 就是导师通过盲选选择自己心仪的学员组成战队 并带领自己的战队进行战队内和战队之间关于音乐的对抗 里面经典动作转椅子被观众所熟知 这个梗呢还被运用在很多小品创作以及搞笑视频中 从2012年开始的第一季开播至今已经就9个年头了 即使导师换了一批又一批 节目形式和赛制赶了一次又一次 节目的热度也在一次次的下降 比如说中国好声音2020开播当天 豆瓣上仅300多人在看发表观后感 但中国好声音仍旧是选秀综艺当中一块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 那么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首播表现如何呢 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导师们比选手更有戏 抢人环节暴梗不断 中国好声音2020是全新的导师阵容 由谢霆锋 李坚 李荣浩 李宇春担任固定导师 首播节目开场的时候依旧是一导师互相唱他人的成名曲 作为四人中的新人李宇春在开场曲当中最为出圈 不仅一句歌词唱了一整首歌还和话筒架完了起来 时而推开时而揽在怀里 最后一句绝世之后还将他摔倒在地让粉丝们大呼过瘾 如果说李宇春是开场曲唱的最有个性的一个人 那么导师在抢人环节中谢霆锋和李健则是最有看点的人 其实早在2018年的节目中两人就因为好声音而结缘 还在微博上面互动彼此互夸对方为仙子等等 而在《中国好的声音2020》播出之前 谢霆锋在微博上面爱特了李健 说他和想要李健互动一下 但是却联系不上 看蓝牙大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是不是已经相处得不错了呀 的确在四位导师中 谢霆锋和李健两个人不仅座位安在一起 而且在抢人环节的时候还处处过招 比如李健用独特的成语方式调侃谢霆锋 比如说他的战绩是空空如也 形容他没有抢到任何学员 谢霆锋就立刻回复了一句 坚哥也别落井下石 李健给予说着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 这次想和谢霆锋在成语的赛场上一决高小 谢霆锋则很自然的就回复了一句 那是理所当然的 几句话下来 现场已经被他们的过招给点燃了 李健和谢霆锋过招成语 除了两个人会玩一玩成语接龙 在很多时候呢 李健也会Q到谢霆锋 比如说谢霆锋面对新衣的选手的时候 展示自己的实力时 李健就会提醒他 使用过的老梗 资金 资源 当时这一次呢 谢霆锋又增加了资历 这个新的词 还有李荣浩赠予的资色一词 自此谢霆锋就被贴上了四资男人的标签 不知道这个标签可以为他带来多少的惊喜呢 谢霆锋被赞四资男子 不管怎样 李健老师的幽默感 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被展示出来了 再来有网友点评 看看李健老师的段子 能不能挽回一些收视率和关注度了 因为大家都发现李健就是这节目当中的造梗王 已经来到第九季的老牌综艺节目 不仅在观众的心中地位不一般 也捧红了不少的歌手 看着他们从普通的素人一步步的走向成功 心中还是挺感慨的了 比如说曾经从这个节目中走出来的周深 最近也是风头正盛啊 不仅参加了歌手节目 也是青春环游记的常驻MC 而在中国好声音2020开播当天 在微博上感叹时光荏苒 觉得好声音都已经第九季了 不忘自己是从这个节目中出来的 号召大家每周五看起来 神奇的是 周深的这条微博 短短两个小时就收到了点赞量56万 比中国好声音2020的官微发布的内容的关注度高了太多 看来不断培养优秀的人才 才是这个节目继续存在下去的力量 否则关注度呢就只能够是越来越差了 吃瓜不挺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图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